这是2022最新的枪战装片 一个字就是干 扔出两枚烟雾弹 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只是给两人增添了那么一点神秘感 短发妹真叫一个嗓 对着敌人就是一顿腿腿 一梭子下来 楼梯上已经堆满了尸体 短发妹又一个侧摔 就是那么的丝滑 整个人边划边开枪 敌人纷纷倒地 枪法那是真白 敌人越来越多 短发妹却毫不推速 扔掉长枪举起两只尾处 枪连弹雨中也是如鲤鸣 在后面同伴掩护下 短发妹如同杀戮击起一半 疯狂收割着所有敌人 一伙蒙面黑衣人手拿长刀偷偷靠近 本想给短发妹来个偷袭 结果短发妹不仅枪用得好 倒玩得更流 越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除了不断倒下的黑衣人 就只剩下两条雪白的刀光漫天飞舞 斩杀所有敌人 短发妹眼神伶俐 他才刚刚惹身而已 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短发妹躲在草丛里准备阴人 七个黑衣人根本没看地图 有说有笑的商量谁拿一选 可等待他们的 只是一场杀戮盛宴 怪不得少了一个人 男强在家躲着 还想捏一波 结果分分钟就被反杀了 这波短发妹有点狠 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赢过了 此刻玩家还在控制电脑 准备把证据准掉 可短发妹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硬生生把U盘扣了出来 这里竟然是拐卖少女的黑窝点 怪不得短发妹这么气愤 对这些灭绝人性的人贩子 比喻就是他们最好的驱逐 这是印度最新爽骗女中豪杰 短发妹名叫烈火 父亲去世后 被眼镜叔收养 从此便走上了特工之路 这次的任务烈火的同伴牺牲了 对方准备好了伏计 也许是内部有内鬼 眼镜叔给他派遣了新任务 调查最大的人口贩卖集团 也只有他们二人知道细节 朗朗千坤就敢直接抢劫 是什么让这方人这么肆无忌惮 只可惜他们选错了对象 烈火可不是什么弱女子 赶走了小地匹 烈火顺利见到了先人法扎尔 法扎尔调查清楚鲁德拉的所有资料 说他是亡命之徒都说清了 他简直就不算是人 就是一条冷血的毒蛇 他找人偷父亲拉的煤炭 因为被父亲发现 直接干掉了父亲 然后他搭设了一个叫罗希尼的女人 开始了他们的网面生涯 先是控制当地的青楼贩卖女人 然后再干掉当地最大的黑帮头 那种残忍变态的方式 让所有人都谈鲁色变 接着两人清理所有帮派的头 小张拔步不可一世 如今罗希尼主要管理贩卖人口 而鲁德拉控制了煤矿 躲在矿区不在楼面 现在只有通过罗希尼 才能找到鲁德拉 烈火装扮成著名设计师 他为罗希尼邀请制作礼服 接着给罗希尼测量尺寸时 八家变形成为无人机 有法杂尔控制寻找有用的信息 高科技有点太悲点 无人机摇摇晃晃地摔在地上 掀出了原形 烈火装作不停地咳嗽 才沉寂拿回无人机 掀掉假冒的面具 两人发现了无人机拍下的信息 罗希尼将要会面一个外国富豪 为罗希尼制作的碗礼服上 挂着一个扭扣摄像头 原来烈火开始救出的那些女孩 本来是卖给富豪的 结果第一次交易窝点就被警方端了 鲁德拉还迟迟不露面解释 富豪很不满意 可罗希尼刚刚已经将第二批女孩送过去了 对方的态度让富豪还算满意 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 可鲁德拉到底藏在那 还得烈火自己想办法 随着鲁德拉的交易网越来越庞大 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怪败女孩 这已经不是拐败 这就是明目张胆地抢了 甚至还打死抢来女孩的男朋友 这简直是太张狂了 完全是无法无天 终于有机会了 烈火混进了青楼 被带到狂缺服务 看到猴急的男人 烈火实在是演不下去了 一记手刀打晕男人 顺利留紧仓库 再给看守一个烧鸡大外驳 送他去见上帝 一直到仓库最里面 烈火看到罗希尼走进一个密室 他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个低沉的男生 那应该就是鲁德拉 突然被后有人拍了他一下 没有一次犹豫 烈火捂住男人的嘴 直接用发簪将其毙命 虽然找到鲁德拉的藏匿地点 烈火的潜入还是被发现了 在罗希尼的残忍避闻下 先人法扎尔的身份曝光了 有人发现他一直在调查鲁德拉 即使女儿被枪抵住 法扎尔还是没说出烈火的身份 法扎尔被一枪爆头 女儿的下场也将一样 烈火却毫不知情 他还以为法扎尔带着女儿 早就远走高飞了 他已经全副武装 得到眼镜术的命令 带着一组特种突起小队 朝鲁德拉的矿气赶去 此刻的鲁德拉已经得到了消息 朕给手下洗脑了 这片可都是咱兄弟们的 有人现在要来抢 那能好使吗 咱们得干他 谁来干谁 手下纷纷拍手称赞 老大就是老大 说的都根本对 鲁德拉早已埋伏好了地雷 一声轰鸣响起 各种小队的卡车被炸的轰空而起 埋伏好的篓笼立刻冲上来 烈火意识到自己弄了埋伏 要炸毁他们的弹药库 才能全身而退 眼镜术刚下完命令 指挥中心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整个任务完全暴露 变客不到 整个指挥中心被吐露一遍 眼镜书趁着没人注意才逃了出去 前去掉弹药库的两个小队成员 却遇到了鲁德拉 不愧是黑帮老大 仅明一只斧子救完爆两名成员 听到对讲机里的声音 烈火彻底糯了 他缓上一缩子弹下 独自冲进人群 说他没逛 我根本不行 只身出入敌人群中 却如入无人之地 他身上仿佛开启了竹鹫光环 子弹嗖嗖地飞过兜兜的远远 哪怕有一个喽啰枪法不准点 我感觉都能打到他 面对这么散的女头 小头目来了行之 他要用武力征服他做压斩夫人 虽然烈火格斗计较没得说 可力量上还是烧行男人 实在没有办法 他竟然抠出了男人的眼珠子 结果他也筋疲力竟被打倒在地上 最后一个小队成员也被包围了 残忍的恐怖分子 要将他活活烧死 失去一只眼睛的男人愤恨度 此刻他也没有要降服烈火的想法了 他一刀刀刺进烈火的身体 只有虐杀了他才能让男人宣信怒火 眼看最后一刀就要刺向烈火 浑身火焰的小队成员 玩命式的冲箱弹药 巨大的风鸣声响起 爆炸的几浪冲飞了所有人 可烈火仍然没逃过此劫 鲁德拉轻轻揉住了他 哼唱着摇篮曲 他要让烈火安静地死在梦中 可声让烈火想起了小事后 父亲正在跟自己玩着捉迷藏 突然两声枪声响起 父亲躺在雪坡中 就是这个男人杀死了他的父亲 他就是鲁德拉 也许他早已忘记了男人的样子 可他忘不了这段歌声 即使他知道了面前的人就是杀狐凶手 他又无法报仇了 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 任务彻底失败 十八个特种小队成员全部死亡 这么秘密的任务竟然被伏击了 眼镜书也被停止了 军方开始彻底搜查所有青楼和矿区 德鲁拉很多手下都被抓了 罗希尼犬他必必分头 朵博之段回来还将是他们的天下 更加神奇的是烈火竟然没有死 他的心脏拼命 那颗子弹并没有带走他 醒来后听到的消息让他很失落 鲁德拉又躲起来了 再次销声意境 法扎已经死了 他的女儿小姨也不知隐踪 他想重新拾起手枪 可身体的状况却糟透了 他本已心灰意冷 眼镜书却带来了新的信息 他的智能手环发出了警报 那个手环他送给了小姨 难道小姨还没有死 烈火重燃信心 他必须要救回小姨 他又开始没日没夜的锻炼 他一定要尽快回到电动状态 烈火终于满血复活了 眼镜书也找到了手环的位置 拉开远门 一脚踹飞一个喽喽 烈火速战速决 上去救下杀手 这次他是真的痕迹 顺着手环的定位来到路上 他看到的却是罗西尼 他把小姨的手环带到了手上 而小姨早就被送走了 无论烈火怎么逼问 罗西尼就是不说小姨的下落 他开始栩栩叨叨地讲他的身世 他的过往 他的人生是多么的凄惨 就当他感觉烈火已经入戏了 他却偷偷抓起手枪 可他太小瞧烈火了 他的悲惨故事在烈火眼中 却更像是童话 鲁德拉的电话打来了 烈火接起电话 哼唱出摇篮曲 鲁德拉突然紧张起来 这歌我也没发行啊 难道盗版都出来了 他已经猜出来对面就是烈火 他让小姨接电话 完心里站得还真不怕 果然这次轮到烈火荒了 他根本不知道鲁德拉在哪 他却想救出小姨 他只能找到眼镜书求救 别看眼镜书被停止了 他的情报网络仍然不可小悔 他让烈火去找外国富豪 他们一直有交易来往 他也许会知道鲁德拉的位置 烈火利用歌手的身份接近富豪 结果被富豪身边的女保镖抓住了 看看人家的女保镖 两人全力通偷烈火 便想告诉老板 钱咱不白拿 你就好好出办有事儿真上 只可西装兵不过两秒 就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椅子上了 白来一趟 富豪并不知道鲁德拉的下落 鲁德拉总是主动来找他 鲁德拉果然找上了烈火 不整死烈火 他也是夜男妹 新男安 他把蓝牙耳机给小姨带上 用小姨把烈火引过来 烈火被引到一所酒宅 鲁德拉正在演练最伟大的作品 六年过去了 曲风悠扬 他先依旧 如果不是仇恨 烈火此时也想高聚酒杯 与他高歌一群 虽然音乐无国剑 跟鲁德拉这种丧尽天良的人根本不配 道不同不相为谋 圈子不同别强弱 两人没什么可闹的 打死对方就是唯一出路 两人打得那叫一个惨烈 不过烈火还是落了下方 他的战斗力只有六千 可鲁德拉的骑马在一万以上 推到玻璃战柜 烈火趁机向楼上跑去 又是一顿私伤 两人从楼梯上一层层打到天台 烈火被打得浑身是伤 他几乎就是被鲁德拉拖上去的 结果不言而喻 主角总是要赢的 可能是处于黑暗世界太长了 耀眼的太阳让鲁德拉的战斗力光降 没几下他就被烈火打到在地 趁着说话他想绝地反击 可导演是不会同情他的 他给下课了 德鲁拉死了 可他临死前说的一句话 让烈火思绪完全 德鲁拉说他们都是 从一个下水道爬上来的傀儡 他们就像一根琴弦 不过是被人控制着 看到小姨平安无事 烈火思绪稍微稳定了一些 可眼镜书的一句话 让他再次深陷其中 曾经的回忆历历在目 一切太巧合了 所有的任务都被德鲁拉提前知晓 明明是眼镜书和自己才知道细节 德鲁拉怎么会知道呢 而且眼镜书偏偏让烈火去参与这个案件 所有缴获的资料也会被烈火交给眼镜书 原因只有一个 眼镜书想杀人灭口 德鲁拉也是眼镜书的棋子 他的势力力加庞大 眼镜书有点控制不住了 所以他派女儿亲自解决德鲁拉 并会摧毁一切跟他有关的资料 独自来到眼镜书的小母屋 那是眼镜书在他成长的地方 眼镜书也没隐瞒 他知道女儿已经猜出他的身份了 他本就是个恶人 直到遇到小时候的烈火 那一刻 烈火看他的眼神 让他感觉自己就是个父亲 他突然想做个好人了 他曾经努力试过 可他改变不了了 那些该死的过去 永远会追上他 再次把他拖进深渊 所以他只能一直坐下去 一直在掩盖上一次的罪行 对于退出机构的人 他也会让人干掉 他害怕那些人会揭露他的秘密 烈火的父亲 就是被他派德鲁拉杀掉的 烈火已经不想听了 他亲手杀掉这个 把他抚养成人的父亲 就是眼前这个父亲 让他变成了孤儿 也让太多的家庭 失去自己的孩子 烈火走出木屋 小姨扑进他的怀里 夕阳西下 两人会迎接更好的明天 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